例如開啟了3D Max 這個我們會做茶几鍋桌子 首先我設定一個Project Folder 去Customize Preferences 看看Files有沒有拆到的 沒有拆的就拆到 第二點我設定Project Folder 我沒有開啟的Project 所以我選CREATE DEFAULT 找個位置 正在拍片 我找個位置去設定Project Folder的位置 選擇後可以去到那個位置去看一看 它開了一堆10 Folder 我習慣再說一次 3D Max的範圍我們放在Sense的地方 下載的任何你會用的材質 你會放在Sense Access Image 去到我Model提供的URL 選了一張你喜歡的背影圖 我用這張 它有EXR和HDR兩種File Format 我用EXR 也可以選幾K 我用這個尺寸就可以了 找個位置去到我的Project 先選擇 先選擇Sense Access Image 放下我們的圖片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到我們的3D Max 開始做我們的Modeling 我會先選擇了Mask File一次 然後就開始建造桌子的樣子 我先用線條 先選擇了桌子的形狀 例如我大概是這樣的 我只是在半邊桌子 待會我會MIRROR另一邊 去到Line Vertex 我先選擇了磁石 在這裡 其實你可以把它轉為Smooth 它就會自動變成圓角 把它撿下來就可以了 但我不喜歡左右兩邊分別做 因為它可能會不平衡 所以我現在只做半邊 做半邊的作用 我們可以把它轉為另一邊 所以我在這裡選擇MIRROR 複製另一邊 因為現在這個左右的軸是X軸 所以 Default這個數值已經可以了 可以選擇 NodeClone Copy 看看 它的座標位很奇怪 看看 如果你拉完這條線出來 你會發現我先選擇MIRROR 沒有做到MIRROR的東西 幫我檢查一下你的線的座標 如果你的線的座標 不是X軸的位置 我去到Affect Pivot Only 我先把它放到X軸 對 關掉它 它MIRROR出來的時候 鏡面才做得對 我現在才叫它MIRROR 你會看到當選擇X軸 它會轉到另一邊 我現在選擇Copy 左右 這是原本那條 這是複製出來的那條 這是X軸 中間的鏡面是垂直的這條線 我OK了 OK完之後 我關掉磁石仔工具 其實現在你會看到 我的畫面有兩條獨立的線 兩條獨立的物件 我想做的就是把它們合起來 我選擇左邊的這條線 按Attach 按右邊這條 其實它就把它合起來了 我怎知道它有沒有合起來 我用移動功能 試試選擇它 你會發現它會整件物件著燈 但它們在結構上 其實是並未合起來的 所以我去Vortex 看看它這個點 其實這個點仍然是分開的 我先用Ctrl INS 我試看這兩個點 仍然在Vortex這個模式 在下面找一個叫Wid的工具 按一下它就會把它合起來 如果我現在再選擇這個點移動 你會發現它已經黏起來了 但這顆點在結構上 沒有任何作用 所以我在這裡直接刪掉它 我做了我的桌腳的基本形狀 然後我做了桌腳的橫切面 那我就選擇Rectangle 然後再去Rectangle的數值 我先關掉它的磁石 那我就選擇 譬如我不用它太闊 那另外我想要少少Round Corner 那少少可以的 不用太多的 那它的角度會軟軟的 那我再選擇我現在這個桌角 去Comfort Object 選Loft Getshape 這個橫切面 那其實我就會做了桌腳 去Modifier 看看它的皮膚的parameter 按鍵盤F4 去控制它能否顯示 它的皮膚的線條 那Path Step 越少的話 這個位置會越起角 那多一點它會更漂亮 那另外 Shape Step 就是 越少呢 它就會越起角 那你多一點 那它的轉角位就會更漂亮 那多少呢 其實除了可以在這裡adjust 你可以自己去Edit Poly 去加減都可以的 譬如我現在打開Edit Poly 在這裡打開Vortex 那我嘗試撿一下它的 椅子腳位 那我用框的方法來選擇 按住Keeper Control鍵就可以幫你加Selection F4 那大概這樣吧 我堂上也有說過 它上肘的鞋子腳 這個臉部其實錯誤的 這是一個inside polygo 而不是多助或是四方形 按鍵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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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 我按多一下F4,關掉它的WIFRAMES 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可以到AWA旋轉90度角 複製多一組腳 我示範給大家看 PREVIEW 兩隻腳 垂直這條是Z軸,轉90度角 這是一個方法 我測試了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用SHIFT鍵按緊轉 不過轉有少數點,很難轉得像90度角 可以在轉前按這個方法 轉時會沒有少數點 它會用5來做單位 按鍵盤、Shift鍵按轉 它是5的倍數 90度角角 我選擇 你會看到做了兩隻桌腳 還有桌面 桌面我是用Selida做 按著這個磁石 先關掉旋轉的Snapping 先在這裡拉桌面出來 在這裡拉桌面出來 這個方法用完 我先關掉它 首先呢,我先用F4看一看 其實高度不用太多 有一個就夠了 那尺寸呢 那尺寸呢,如果想它滑一點 軟一點、漂亮一點 其實可以多一點 因為... 這個其實我們都不... 要花長時間做Render 我們都不會用它做View Time 另外就是高度 例如它薄一點 例如這個就是我的桌面 那桌面呢,我想它有一個Cap Segment 就是它的面子 而且底部 有些適當的線條 如果這個數字不進入 就沒有的 那譬如我入這個 然後就在Add-Poly 選擇 Edge Double Click 這樣它會選擇這個環狀 這樣我用放大縮小工具拉大它 選擇Polygon 塞好全部的面子,按Keyboard Alt鍵 再塞好底部所有的面子 那你會見到現在它只選擇了面子 我再繼續按Alt鍵去塞好一些多餘的面子 那其實可以拉一個框出來 那你會見到現在我就只剩下外圍的環狀 一個圈形這樣選擇了 然後我就給一點點Extrude的數字 讓它的桌邊有一點點凸起 做完之後,如果你不試了任何東西 按F4,關掉了Extrude 你會見到新Extrude出來的面子 這些我們叫Smoothing Group 錯了的 那所以我就試了所有的面子 那你可以自己塞好號碼之前有教過的 這不詳細講 那我直接Altosmooth了它 好,那你會見到就正常了 那我就按Keyboard Shift鍵 再複製多一塊的底部 做它下面的Tray 其實兩個可以大一點點 用放大縮小工具 先拉大一點點 好,這樣 那下面這一塊呢 我就想它 這裡高一點的 先拉大一點點 拉下來複製的時候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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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ft 拉下來 那我今次不要Instance 就Copy 要去兩者的形狀 有各自獨立的地方 那我就選擇Vortex 試一下最頂部的牌子 怎麼拉高它 OK 那我就做起了我的插機 先做地板 先做地板 好,那開始說 材質的部分 剛剛這部分 都是模特兒的 然後我就想說 製作 這堂所教的 歌材質 其實我們主要是 會用一個 Art Render 是Autodesk自己的 一個Render 選擇了它之後 其實可以試Rend一張出來 你會發覺 它的Render速度 比起Scan Line 慢一點點 還有很多Noise 我暫時關掉它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你開過Material Editor的時候 首先第一 它會多了一套 Autodesk原裝筋 來給你一些 平日常用的建材 的Shader 譬如金屬 玻璃 石頭 另外也有一個 叫做Autodesk Material Library 裡面有好幾百種不同的材質 譬如我現在想先試 就是金屬 那我就選擇一個Speria 先把球放在我的桌面 先把金屬球放在我的桌面 那麼 在這裡選擇Metal Metal也有很多種的 那 剛才 是Autodesk Material Library 對了 那 你可以自己試試 看你想要哪一種 那譬如我選擇這個 先 Copper 那譬如我選Polish的Copper 那 那 開了出來 你可以在它右鍵 在上面右鍵 Double Kick 它放大的圖示 那 右鍵選 Show Background 那你會看到我這個材質 是這個樣子 那你自己可以試 有很多種不同的 譬如 嗯 那 唐上我試的就是這個 Brass Polish 那 有很多種的 Show Background 那你會看到是這個樣子 那 Polish呢 因為它拋光 所以它會反射更好 那我指它在我的球體上 放手 那如果我現在Render出來 你會看到其實它已經有Reflection 不過Reflection 就是Reflection到桌面 上面因為周圍的Environment 是沒有東西 黑色片的 所以球體的上半部 沒有東西讓它Reflection 那 所以呢 那為什麼我們一開始 要在網上下載那張背景圖 那我們的作用呢 就是去Render Environment 這個位置 Environment 選擇Beat Map 選擇Beat Map 選擇Beat Map 把我們的圖號召進來 放進來的時候 你拍照Prew 這裡就會看到有東西 那我不需要做任何Color correction 我直接OK了 放進去 靠擦這個畫面 其實你現在已經看到它 有背景了 那如果我現在做Render 你會看到球 因為有東西讓它Reflection 的時候它會變得漂亮很多 除了它有背景 你也會看到它有些光暗 在畫面分佈 那光暗畫面分佈 就是其實你下載下來的 那張HDR圖片 本身的環境 那些光暗分佈 所以你會看到 這邊是 比較乾 這邊比較暗 這邊比較暗 試試遠一點看 比如我用一張這樣 你會看到這邊比較亮 這邊比較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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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你會看到 那些Reflection 樣子漂亮不漂亮 其實可以自己拎一下 鏡頭的角度 因為背景的東西 角度不同 射下來的東西 光影會不同了 好 另外 就試一下桌面 桌面 其實我用玻璃 那我叫同學 不要用Clear Glass 選擇有顏色的玻璃 那我選擇綠色的 那我選擇綠色的 這樣紙進去桌面 那我又再試一下 Render看看 那你會看到 他把桌面 變成玻璃紋的樣子 那我不等他找完 好 另外就是下面 這些其實我想有花紋的 那我想看得清楚一點 我先試用一個布料紋 這個格仔紋 來Apply 讓大家看得清楚 那我指它在這個Tray 那你會看到 其實它出到的顏色 但出不到這個格仔花紋 那是因為 它的頭影的方式錯誤了 那所以我選擇這件物件 在這裡選擇 有一個叫UVW Map 你可以選擇平面投射 圓柱體圓球體 合形投射 有不同方式的投射 那我選擇合形投射 那你會看到 它有一個橙色的盒 這個就是投射機的形狀 你可以調整 這個投射機的形狀 譬如我小一點 那我就會看到 花紋是看到格仔紋 但是我建議 不要自己逐個調整 因為比較煩 那這裡有一個選項 叫View World Map Size 它會直接把我們這張bitmap 即Autodest提供給我們的這張 它有長複數字 它會直接代入給它使用 那你就不用自己去貼 每一個物件都再重新去調整它的大小 那譬如我不用這個布料紋 我選一個毛紋 我隨便選一個 這個看不到的 那如果你看到有些看不到的 那些就不要用它 因為有些東西 可能我們要再做一些Photosep 那我譬如我選這個 這樣就放進去 那有些你會看到它很有趣 在這裡幫你設定好一些東西 譬如有些叫Teen Color 其實在控制著那個東西 呈現的顏色 那你不喜歡的話 其實你可以自己改一下 那我就做了這兩條 你會看到選了頭射 可以改變到你的Pattern的一個樣子 那我選擇會有Map Size 你會看到木紋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木紋我不想橫 我想打直 那怎麼辦呢 這個頭影機其實你也可以轉動 或者你可以來回 你本身剛才的Material Editor 我正在用的這個花紋 那我看看它的Bitmap 其實它有一個數值叫Rotation 我把這個Rotate改到90度 那如果你轉一張圖 就記得兩張都要轉 譬如兩張 這張呢 它有不同的功能 有些可能是用來做拋光 有些可能用來做凹凸的質感 那無論如何 我兩張都和它轉了90度角 那你會看到它的木紋會變得更大 那另外一個地板 那我又找一個地板的材質 那我先選擇 那我先選擇 那我隨便選擇 那我隨便選擇 那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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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選擇 那它其實已經很漂亮了 那不過呢 因為沒有做過任何Render上的調整 那你會看到它有很多聲音 那 那 它Render的速度 比Scan Eye會更久一點 那我先不等它Render完 那我先選擇 那我講一下Render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令它更漂亮 那我去Render Setup的這個位置 那其實呢 去到這裡有一個Tab 叫Arts Render 你可以選擇你Render的Quality Draft它就會更多聲音 那如果你選擇High 它Render完的時候 就會更少聲音 那你也可以選擇時間 告訴你 你上限給多少分鐘去Render 那它夠鐘它就會停下來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單純你只是做Tab 你可以把長闊比例較小 那它Render出來的圖片會更小 它會更快一點 那用Arts Render的另一個好處 就是你隨時 譬如我剛才這樣 我Cancel了Render 沒有再叫它繼續做下去 那雖然它的Noise 這些位置還未跟我計算 但是你仍然可以獲得 這一張比較低質素的圖片 你仍然都可以Save它 那所以其實你等待的過程 你仍然都可以Cancel 那我譬如Aerranger 小小小的 300 比較高質素的 希望它會更快 希望它會更快 我想可能分一分鐘 分幾分鐘左右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要Render的大 例如高清 要花的時間 就相對地會更長 那其實Render的這個視窗 你可以拉大一點 它會看到更多的東西 看不看 這裡拉不大 那譬如它會看到 你現在設定的數值 長闊比例 對上的一張照片 你Render了多久 現在這一刻 就不知道 因為它繼續在 有時候的Time remaining 它會告訴你 不過都 參考 因為這部機器 可能在做其他事情 有時候快慢速度會有改變 好嗎 對 看不見 在水上 有時候 我猜完成了大概一分钟左右 在这里差不多完成了 你会看到这一张和之前的Test Render 我们是Draft Quality 这个是漂亮很多的 基本上没有声音 所以我觉得你设定Quality的时候 设定High已经很足够了 千万不要拉到maximum 可能你设定很久而会很轻 你设定High已经没什么声音 只设定了两分钟 只设定很小 如果你设定大张 或设定有反射和折射 它设定的时间会越长 这条影片到这里